台南市辦理仲夏書香種子活動 已經邁入第七年 今天前進大新化區 由市長賴清德主持 證書給予該區25所國小 446位學生 讓孩子從小習慣閱讀 培養書香環境 台南市可以說 大家除了很多讀書人 也非常重視教育 所以我們小朋友 也應該多多讀書 從小 我們就養成閱讀的習慣 在你們一個年級一個年級長大 從小學到國中到高中到大學 時間只要夠久 圖書 在你身上所產生的效益 自然而然就會發揮出來 市長賴清德表示 台南為全台首府出了許多文人雅士 從小培養閱讀習慣 在未來可以看到顯著的幫助 台國灣閱讀協會理事長黃正公 也帶領一群熱心的故事義工媽媽 為孩子們做故事導讀 主要是針對我們大新化區 小一的心聲 我們從心聲當中找出十分之一的弱勢學生 然後每一個小朋友 就由我們協會安排車輛 然後再到我們大會的會場 然後再用分區 由他自己去挑出 他可能這是他這一生 第一本挑自己喜歡的書 然後拿回去去閱讀 甚至還可以跟別人去做交換 由我們的閱讀志工 那針對那個每一個小朋友 然後做分區的導讀 專書的導讀 這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發現 弱勢學生他找到自己 要喜歡看的書回去之後 他沒有一個閱讀的策略跟方法 所以我們由我們的那個 音樂讀志工 來透過閱讀策略的指導 來指導他們閱讀 活動將在明年前進最終站 大新峰區 透過聖書語引導閱讀 讓台南學童心中猛掌閱讀種子 在現代網路與行動裝置充斥的社會中 讓孩子們從時閱讀的樂趣 記者陳雲龍王錫薰台南報導 來指導 來指導 好 好 好